我們今天繼續來 應該是32章了 選課的同學要準備 你們的一個期末報告 這何往若能守之 天下將至冰 這地方冰這個字 余教授的解釋 不是很恰當 因為把冰當作是一個服從 自動服從 自動服從等等 放在道家裡面 都不是符合道家的一個 尤其是老子的政治的觀念 所以冰 假如說侯王是主 那這個蠢子 或者是百姓 就是冰 冰主之間各安其位 所以萬物將至冰 各自在其位置上 各在其位 各自 就像我們現在看了一個對象 這棵花 這棵樹 那樹上的那一隻鳥 那這個山林裡頭的 這隻猴子 各在他應該有的位置上 所以後來莊子的逍遙友 那摩東山先生說 這個所謂的 物物各在其自己 自己 就他的一個 本來面目 他的本真 物對他的本真 所以你們大家就講 不要去 物因人心 因就擾動 不要去擾動 人心 至少在道家的政治觀念裡面 百姓之性 百姓之心 也就是人心不要去擾引他 擾動他 這是不對的 那我們今天坦白講 現在的政治正好都 和道家的政治觀念 完全是對反的 那你再用各種法律去繩子 都沒有用 詐騙案 你看現在層出不窮 你怎麼辦 因為你已經把那個人心 人心都誘動出來了 欲望全部都誘引出來了 你用什麼辦法 沒有什麼辦法 到最後沒有什麼辦法 萬物將至兵 這個兵 就是各在其 在兵衛 這等於是 跟主相對的那個兵衛 在兵衛上面 你不要去擾動他 不要去擾動他 天地相合 以降甘露 那麼天地相合 這樣陰陽合合 陰陽合合 萬物生 萬物才能生嘛 那麼來 以降甘露嘛 天降甘露 當然是 甘露 甘露 甘露是 甘露 甘露 所以 以降甘露 甘露 那甘露像滋潤 等於是類似一個 天地對萬物的滋潤 但 明莫滋令 這明莫滋令這個滋 第六個註解 他說 止甘露 我的理解跟體會 不是止甘露 是指甘露 甘露 甘露 甘露之令 這個地方叫反生的塑詞 就是前面先有一個甘露 那底下 莫滋令 就莫令之 莫滋令就是莫令之 因此這個之就指上面那個甘露 甘露 你不要去支使他 令就是等於去支配他 不用去支配他 他就自然受到均 均的話就是等於甘露的沾潤 甘露 浦將均沾 這個均就均沾 我們這個叫天均 在莫滋令之中 在莫滋令之中 這個叫天均 天均 天地 普世甘露 萬物都得到沾潤 簡單講 這些萬物在那裡 天降甘露 你不用去催促 不用去支配 你們趕快來 趕快來 趕快來 來取得這個甘露不用 他只要在兵位上 製兵 他各在其位 甘露自然就均沾到他們身上 一切都是自然 不需要有人為 所以應該民莫令之 那個之應該是指民才對 那史字有名 以上這講的都是一個自然 一個自然 那自然 人類打破混沌 打破混沌 離開自然 開始建立文化 所以底下就是 史字有名 所以在道家來看 世界有兩種存有 一個是自然的存有 一個是人為的存有 那就等於我們今天所講的 自然的世界 跟文化的世界 因為人為所建構出來的 就是一個文化世界 所以明記記有 我們上次講過 這個在《莊子記物論》裡面 也講過 道會是有風 風 那是我們講整域 人類對文化的建構 第一件事情就是為萬物分類 然後建立秩序 這個秩序 這個秩序是人為的秩序 比如說我們的五輪 我們的倫理就是人為的秩序 它不是天生的 不是大自然的那個秩序 那建立這樣人為的秩序 那這個秩序本身一定叫命名 那命名 那命名 那命名一切物開始都有 有父子 那這個夫 物 君 臣 這個都是名 都是名 每一個都是名 給它 因為這個名 會涉及到名稱和名份 名份 比如說夫婦就是一個名份 你在這個秩序的位置上 我附給你一個名稱 所以董仲書《春秋帆路》裡面 就有一篇叫《深茶名號》 深茶名號 因為董仲書在那裡最重要是在講個天子這個名號 天子 我們的文化世界 古代的一個帝王政治 最高領導的就是天子 董仲書在《深茶名號篇》裡面 就要來分辨 那什麼叫天子 請問什麼叫天子 你何以能聽天子 聽天子這個名 因名則實 這就是春秋 春秋一套名詩論 名詩論 我們知道這個名詩有儒家 儒家的名詩 主要是春秋 另外有名家 名家 名家講白馬非馬 那個是一個符號的問題 就是我們今天白馬是一個名 那它的紫色 它的紫色 這個名稱所紫色的那個實際物 就是那種皮膚是白色的這種馬 就名詩要相符 它的紫色對象 這是一套名詩 這是名家講的 那是一個符號本身 因為名就是一種符號 符號本身 我們有所謂的符 符針跟符子 符針跟符子 符針就是符號的象徵意 符號像 天子它就是這個符號本身 它就是一個象徵的一個意思 那它所指的 這樣一個符號所指的 是什麼 就符子 所指的那個對象 它所指的那個對象物 這個在語言學裡面稱為叫紫色論 語言的功能 第一個叫指示 指示涉及 指示涉及某一個對象物 叫指色論 語言學裡頭 另外有一種叫表意 表意 表意表達你內心的一個意思 語言作為一個符號 是用來表意的 那中國 中國在有關名學 因為名學是一套學問 就名學當中 名家講的就是 這種符號本身的 一個符符子之間的一個關係 就是邏輯 邏輯學上一定會處理這種問題 另外像儒家跟道家所講 那個言逸之變 講的都是表意論 表意 言用來表意 言到底能盡力不能盡力 那麼因此這個儒家所講 那套明實論 春秋就是一套明實論 整個春秋的一個觀念基礎 就是明實 一明則實 所以講的就是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君是不是一個明 是一個明 一明則實 你有這個名號 我就要求你要做到實質上的一個責任 那你天子 你叫做天子 你做到天子的 應該有了實質上的責任嗎 天子以後必須他盡的責任 把國家治理好啊 不然你什麼叫天子 然後我英明則實 所以 孔子為什麼要證明 孔子要講證明啊 孔子講的他要證明 就是 倫理上的一個證明 君必須 像個君嘛 臣子就要像個臣子嘛 父親就要像個父親嘛 不要不像父親那個樣子 兒子就要應該要像個兒子一樣 每一個人這個名都有個分嘛 身分啦 分際 你這個身分 你這個分際 你就必須要進到你該進的那個實質的一個意 否則的話你就亂了 整個倫理就 那春秋時代 李崩樂化 因為李就是一套名 李就是一套名 建立這樣一個名 所以所有的文化的建構 都從名開始 沒有名 就沒有文化 因為名就是西方所講的符號 中國的名學 就接近相似西方的符號學 講的就是一套符號 就是名學嘛 那整個春秋講的就是一個名史嘛 所以孔子透過春秋的一個書寫 本來應該稱大夫而不稱大夫 那就表示你沒有資格用這個身分 你沒有資格用這個符號 教授不像一個教授的樣子 那個名要拿掉 你照他的這個名 那你就辦得好 那這個就是春秋的基本的一個倫理觀念 所以文化的建構的開始 就是人開始為自然萬物去做分類 因為必須分類才能有次序 本來混沌一團嘛 混沌一團就是不分嘛 不分的時候那當然有它自然的次序 但是不符合我們人的認知嘛 人要去認知 所以你看為什麼大賣場一定要做分類 大賣場分類分不好 你進去根本找不到東西 你完全找不到東西 所以那個Costco你進去 那大的地方東西那麼多 它一定是一類一類這樣分嘛 五金的啦或者是那個生鮮的 那就一定要做分類嘛 分類一定要掛一個牌子嘛 那個就名了 一定要掛一個牌子 這是文化建構的基本的一種方式 就是這個方式 史字有名 人類開始離開自然 建立了我們的文化制度 所以呢 我們就有名了 就開始有一些名號了 為這個世界去做各種命名 分類命名 建立秩序 就是文化的開端 文化的開端 那可是這樣一來呢 人就離開了自然 這個就基本上又回到中國 一個最極無問題 天人之際 就天人之際 天是自然 人是人為 那天和人之間到底有什麼關係 所以天人關係論是中國文化思想當中 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天人關係 很多人寫過這方面的論文 而天人關係這種思想 歷代都有 先前有 漢代有 唐代有 宋代 歷代都有 都在探討這個天人關係 非常複雜 那中國人基本上 其實即使是儒家 還是終極關懷 還是要回到 人不能違背那個天 人不能違背天 天人應該還是要不餓 不餓的意思不表示說 天這個概念跟人那個概念是等同 就概念來講 天跟人是兩個東西 但是它是相擠不餓的 但是它是相擠不餓 所以人 要應天 要順天 人為的世界 不能違背自然的道 人一旦違背自然的道 那那種災害是無窮無盡的 我們今天其實二十一世紀 我們已經開始在面對這個問題 人完全去違背大自然 今天的聖態問題環保問題 各種問題全部都是人獨大 整個宇宙萬物人獨大 人不受自然的一種節制 到最後基本上毀壞掉人的生存環境 最後的結局會怎麼樣 文明的大毀滅很可能就快來了 其實現在的疫情 各位去想想看 疫情 這麼嚴重的疫情 難道是自然災害嗎 病毒不可能是自然災害 人造的啦 不管你是國與國之間的某些生化戰 戰爭所帶來人類製造各種武器 核子彈 甚至有這種病毒戰 那培養這麼多的病毒出來 到最後誰受害 反撲回來 那反撲回來你會看到 你各位思考一下一個問題 防疫的問題 你觀察一下 防疫的問題 絕對不是只有病毒本身的問題 不是病毒本身 人的問題 你會發現到最後是人的問題 台灣的疫情控制得不錯 還是國民的某種配合的素質 你看西方的文化裡面 一個就是個人主義太強 所以文化形塑人的行為模式 有戴口罩這個問題 我們台灣大家現在都戴口罩 公共場合都戴口罩 大家也都滿配合 可是你在美國 在法國 在意大利那個地方 出了抗議耶 集體出了全體抗議 為什麼抗議啊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文化所形塑的習慣是 歐美國家以前沒有疫情的時候 戴口罩只有生病的人才戴 所以有很多旅遊的 台灣去旅遊 因為台灣人以前還沒有疫情之前 大家都喜歡戴口罩 因為空氣不太好 所以你看 搭火車搭什麼車 你就看到很多人自己戴口罩 因為空氣不太好 所以我們是不生病 為了空氣污染的問題 我們還是戴口罩 歐美國家 只有生病的時候感冒咳嗽 你才戴口罩 所以我們台灣人到 義大利啊到歐洲 美國去玩的時候 造習慣就戴口罩 路上會被取締 你為什麼戴口罩 你是不是生病 你生病不來亂走 結果他們 結果不戴口罩 變成他們的文化習性 文化習性 已經習慣不戴口罩了 你突然要叫我戴口罩 我不接受 然後第二個個人主義 個人自由 大過於法規的規範 就抗拒啊 不戴口罩 所以他們死亡率非常高 那我們這邊控制得比較好一點 當然還是有人會這樣 所以不久以前那個機師 紐西蘭的那個機師 亂七八糟 因此到最後 防疫不是只有科學上的 所謂的一種病毒 怎麼去對付的問題 防疫本身 是個文化問題 絕對是個文化問題 什麼樣的文化 才能去面對一個大災難 大災難是人類自己釀造的 怎麼去面對大災難 也是人類必須要去面對的問題 這不是那麼單純啊 用醫學 用科學 無法去解決 完全解決這種問題 所以文化能不能完全和自然 一到兩端 能不能一到兩端 在中國人 古來天人之際 就天人之際 本來就是一個文化思想 西方天人是斷開的啦 他們的文化整個社會 天跟人是斷開的 我們一般中國傳統思想 天人還是有 必須要去思考 如何天人能夠相符合 即使人為 那是必須的 人類社會 必須人為的建構秩序 但是人為建構的這些 這種文化 能不能不要那麼違背自然 到那個地步 違背自然 毀壞自然 這是整個文化當中 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尤其道家的貢獻最大 道家在這地方 我告訴你 人的人為 不能凌駕在自然之上 人的人為 一旦凌駕自然之上 毀滅自然 人反過來毀滅自己 必然 所以使之有明 這是一個文化建構的開端 但明亦既有 明已經有了 既 既有 就已經成為事實了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開始想一個問題 道家的自然 不是原始的第一自然 因為第一自然通常有兩個層次 一個叫第一自然 這就是第一自然 是人為 會介入之前 原始自然 這就是第一自然 你到一個完全沒有人為開發過 沒有任何人為干擾過的一個 原始的曠野區 那個就是第一自然 那第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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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為 是 有人為 但是 他又同心 回歸 或者反 就是所謂的反 反復歸真 反 回歸 或者 反 反 反復歸真 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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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 雖有人為 但 他 還是能夠再回歸 再服用 這個自然 這個在庄子裡面 拔生篇 庄子 達生篇 這個叫 以天和天 這天是這個天,這天是這個天,那這個天當然是從人的主體,人的主體的心性,人主體的心性能夠回歸自然,有一個自然之性。 你才能去服應那個原初的那個字,叫以天合天,這個包括藝術創作,都是這樣,所以中國的藝術創作,不是雕琢啦,精工雕琢,那個都不是最高的境界,最高的境界是以雕以琢,復歸於樸啦,雖然經過雕琢, 但是又回歸到那個樸術的自然,所以中國的藝術的最高境界,還是自然。 唐代張艷遠,有一本書非常有名,叫《歷代名畫記》,所研究中國美學的人,這種書都要讀,《歷代名畫記》,張艷遠,《歷代名畫記》, 《師父說宫 Jackieaste》,《神廟能》。《神廟能》這些三品,都是有仁、有法。 那麼這個《師父》 還有自然一品。 bail 品。《神廟能》 ,《神編能》 een品,是自然一品。 個intell 品,神誓、妙能品,自然,還有自然品。 自然品,自然品 . 沒有太多的雕琢 沒有什麼雕琢 束縛 可是這樣一個束縛的 因為作品反而是能夠 回歸到一個最美的 這樣一個境界 所以我們現在上次給各位介紹一個 道家反文化 我這裡還是再提示一下 道家的反文化 不要做一個誤解 這等於道家是要取消文化 取消人所建構的 成為一種斷裂 人和文化之間斷裂 不是 西方有反文化 但西方那個反文化 這個書有一本書叫反文化 那個西方人寫的一個理論 市面上買得到 那中國的這個道家 看起來是反文化 但是這是個辯證 這是個辯證 辯證的意思就是說 它所謂的反文化 並不是要把文化消滅掉 不可能消滅文化 因為那個是個事實 歷史是已經事實 那是已經成為一個事實的世界 不可能回到蠻荒 不可能回到蠻荒 怎麼可能回到蠻荒 因為歷史不能倒推 所以 道家的反文化是一種超越回歸 超越回歸 九 集文化世界相集 集 我們還是活在文化世界 是不是 集文化世界 就是人間是集 集相集不理 但是我們超越 不要被它限制 不要被文化世界的那個名言把你限死掉 那種制度 那種秩序 尤其禮蹦樂壞之後 只有一些虛名的那些名 把你限死 不能 超越 回歸 回歸 自然世界 這個超越回歸是精神的 精神性的 心靈的 心靈的 所以 這就是天地精神 這自然世界 就是天地精神 這個才是真正道家 這是個辯證的過程 因此那個反 不是反抗 不是消滅 不是 而是相給予 這個文化的世界 但是 你可以不受到它的智庫 可以不受到它的限制 而能夠超越上去 能夠回歸到 那個自然的世界 而這個自然世界 其實是一個天地精神 你的精神 你的內在心靈 具有如同天地一般 這個自然 的那個心靈 因此基本上 這個就會變成一種所謂的境界 一種境界性的存在 境界 解爐在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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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離開人間世界 沒有 有沒有離開文化世界 沒有 而無車馬宣 但沒有車馬宣 沒有車馬宣 那就是 心靈 精神 能夠去超越車馬的宣擾 所以到家的東西 都是辯證 很吊詭的東西 不能單面的看 所以因此 史字有名是文化建構 所不可免 而且名氣既有 名氣既有 無法取消 不能倒退 但是我們可以做到一點 將益之子 要知道一個限度 之子就是懂得一個限度 不能無限下去 不能不斷的無限的下去 那無限的下去 到最後呢 人類就自取滅亡 所以我們知道文化大滅亡 整個宇宙 從古至今的文化大滅亡 已經不是只有一次了 什麼時候會再來一次文化大滅亡 不知道 假如以人類這種 無窮無盡的欲望 如此下去 我們當然很難預料 也許當然不是近兩三年 但是你說百年 兩百年三百年之後 會不會又來一次 整個宇宙的文化大滅亡 不可能 因為你看人類的 不知道自我節制 已經到了無窮無盡的地步 從道家來看 這種地方才是會叫 人憂心的地方 經濟產值不是一個問題 不要老是在經濟產值 那個數字上去做文章 那個當政者 有那個智慧 就不要老是在 那個地方我不能說它不重要 但是它不是唯一重要 所以知止 所以不待 懂得一個 節制 懂得一個限度 所以才不會發生危險 不待 所以才不會發生危險 毀滅 亂 整個時代 整個社會的亂 自我毀滅 就是待 就是待 我們今天全球性的一個 這種疫情 過了一年 好像似乎並沒有 因為我們的努力 而停止 變種病毒 已經不是只有一種 至少三四種以上 有一個不同的 變種病毒 而且 你說是從英國傳 但其實最近又說 好像德國 德國幾個月前 就已經開始有那個 變種病毒 更厲害 而且 已經 這種變種病毒 已經入侵了四十幾個國家 已經有四十幾個國家 被這個變種病毒入侵了 台灣現在已經 變種病毒 已經到了台灣的門口了 就機場那是一個大門口 已經到了那裡 所以現在非常緊張 如何能擋得住 不要讓這個變種病毒 被帶進來 一進來變成社群感染 就完了 大家大概不是在這裡上課了 不是在這裡上課 所以人類不知指 那個不知指 所帶來的一種自我毀滅 但是人類到現在 似乎也還沒有太大的反思 一種整個人類的 重新的自我反省 文化 人為到底到什麼限度為止 大家才滿足 很難 所以道家的某一些思想 在我們今天當代 其實都可以作為某種提醒 某種警訓 真的是這樣 譬如道之在天下 譬如道之在天下 道在天下 道無所不在 道無所不在 一般在道家老史裡頭講那個道 都是從超越線念去講 超越線念 這個是一個客觀和物之間 是分成兩層 上面就是道 下一個本體 這個本體 這個本體 似乎是超越萬物之上 是先與經驗就已經有的 沒有道 對 獨立而不改 老子裡面有一章 有物魂成 先天地生 獨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大 裡面講 你從獨立而不改來講 道好像似乎是超越萬物 變成一個鮮豔的 經驗之間就已經有了 那個道 這樣講 會把中國的道講死掉 現在搞形上學的 很可能會 往這個方向去講 道會講得非常的超像 都變成純理論 但事實上 老子哪怕老子在 在這本書裡頭 底底確確 似乎有一部分的 這樣章節會去講一個超越的東西 有物魂成 先天地生 那個地方似乎是 從一個客觀超越去講 但是假如說 道在天下這個地方 是從一個超越其實是 在砍線下來 再落實下來 再落實下來 落實下來 道其實是 還是 離不開物 所以 這個叫現象 因為物是可經驗的 萬物當然是具體實在可經驗 才叫做物 那道 那道 他是無形無狀 是不可經驗 才叫鮮艷 那這樣講就會斷開來 那麼這體 底下這是用 這是本體 本體相對現象 體相對用 就變成耳 這樣講會變成斷開 天跟人斷開 這個是 這樣講會變成西方式的 形上學的講法 西方式的形上學 是這樣講的 但西方式的形上學 也不是每個都這樣講的 普薩爾現象學就 已經從笛卡爾 康德那個地方轉移開來 從現象去講 從現象 從現象去講個本質 所以講這樣子的話 道其實還是內在話語物 內講 道會從一個超越 而內在道 物 內在道物 內在道物的時候 其實就是說物的德性就是道 物 當然是比較用在人 因為人的那個內在性 萬物之靈 它不是一個生物性 它另有一個人性在那裡 它不是只有生物性 人是有生物性的 但人除了生物性之外 人還有一個生物所沒有的那個性 那性 有些會用一個名詞 是神性 人還是具有某種神性 而不僅僅只是一個生物 不是動物不是植物而已 但是人還是有 人某種層次來講是動物是植物 因為它都有生理性的一個東西 所以 那性 那性當然就是 萬物莫不有性 石頭有沒有它的性 有啊 石頭性就是堅固啊 明花有沒有它的性 有啊 明花的性就是柔軟啊 物各有其性啊 那這個 這一性 其實就是萬物病 那道生成那個樣子 那因此 道其實是 內在道 人的身上 到物的身上 這裝子的治北游裡面才講 道無所不在 道在瓦癖 道在屎尿 屎尿也有道啊 那因此道不是一個 不可 摸不著 看不到 摸不著 抓不住的那個鮮艷的東西 道在天下 天下萬物莫不有道 侯王有沒有道 侯王有道 只是你沒有自覺啦 那個道心沒有自覺就沒有 有自覺就有 萬物有沒有道 萬物有道 什麼物都有它的內在性 那個內在性就是道 所以 本體不離現象 現象不離本體 體不離用 用不離體 體用相其不離 本體與現象不能切割 這才是中國人的一種思考 因此你假如 我們開始就從西方的形上學進去 已經構成你腦袋瓜裡頭的那個框架 那個形上學的西方式的形上學框架 再來讀中國書 讀不進去 體會不到 理解不到 所以那個西方式的哲學框架 先擺一邊 拿掉 擺一邊 不要變成一個框架 擺在你道的塊 你覺得 老老實實 很謙虛 很實在 直接去閱讀原點 直接閱讀原點 從原點去理解去體會 你才能看到中國人 有他自己那一套文化思想 不是可以用西方的那個理論可以幫過來解釋得了的 那往往就是造成仙蒂拉玻璃寫的物妙 現在有一個玻璃寫再去找仙蒂拉 就會變成全字學上的一種錯誤 全字學的錯誤就是先有框架 再去解釋文本 那解釋文本不能這樣 讀原點就是讀原點 理論全部都是先擺在旁邊 不要去理他 所以往後你們在進行研究的時候 這一點我特別交代 因為中文學現在很多誤入歧途 因為中文學寫論文很多 根本原點都沒有讀一遍兩遍 根本連文字都沒有搞懂 西方理論就搬過來 沒事把西方那些什麼大師姐姐都擺在那裡 把我們嚇死了 都不敢說他講錯 但是你是外行人啦 騙外行人可以啦 騙內行人就不行了啦 你再看就你根本不懂什麼復刻 沒事就復刻 所以說阿梅是海德格 阿梅是康德 阿梅是黑格爾 他們可不可以參照 可以參照 但不要套用 不要套用 可以對照來看 不要套用 屁道是在天下 道是無所不在 所以萬物才能治兵嘛 因為道無所不在 所以萬物各有其性嘛 你讓他在他的位置上 就在他自己嘛 他有他的本性啊 各有他的本性啊 你不要擾動啊 你擾動他就不對了 所以萬物才能治兵啦 才能治兵嘛 所以就好像窗谷之於江海 就好比窗谷和江海之間的關係 所有窗谷的水 那最後都是歸於海 這樣做一個屁股 所以窗谷最後終歸回到海 那人性最後還是要回歸到自然嘛 還是要歸於道嘛 活王要歸於道 萬物歸於道 在道的混沌的世界當中 沒有貴賤 沒有尊卑 這些都是人為附加的東西 應該被拿掉 那麼這是這張裡頭 我們要去注意的 所謂有些詞彙的解釋 余先生的那個第七個註解 《史字有名》 我覺得他解釋還是有點誤差啦 《史字有名》 《志同志創造的意思》 這句是說萬物開始創生 雖有名稱 這個語並嘛 萬物開始創生 誰創生啊 萬物開始創生這句話怎麼講 誰去創生啊 當然是道創生嘛 道創生萬物 那這是宇宙論的講法啦 宇宙論因為什麼 道創生一嘛 一創二 二創三 三創萬物嘛 所以道 萬物之所創生 但是道創生萬物沒有名啊 大自然是一片混沌啊 道為此有風啊 為此有風 就是那個自然混沌 還沒有被命名以前的那個 才叫道的世界啊 才是一個混沌的世界啊 一個衛風的世界啊 所以《史字有名》 指的不是道創生萬物 那就有名稱 那個名稱不是自然產生的 那個名稱是人去造出來的 因此《史字有名》 那個《史字》的主詞是誰 那個主詞不是道 那個主詞是人 人去治 人去治 當然 最遠古時代 最遠古時代 能夠去治 創世 福西 神隆 專詐 第不第爾第順 這個文化的起源開始 這是遠古的先聖們 他們《史志》 開始去建立了文化的制度嘛 才開始有名 名就是一套價值系統 各位搞清楚 那個名號不是像明家那樣講 明家那樣講只是一個符號本身的研究 只是一個符號學的研究 那這個名要從儒家 從周代文化去講 周文 周代文化 字裡作樂 那個地方的名就不是只有符號本身的問題 那個名本身就是一套價值體系 一套人類所建構出來的次序 倫理次序 同時是有它的價值意涵的 有價值意涵 天子有天子的價值 天子的存在有它應該有的功能 應該有的責任 真的是個價值 而且它是尊 天子是尊 臣子是卑 有尊卑 有貴賤 一套文化體系就是帶著價值判斷在那裡面的 那才叫史字有名 所以這一句史字有名 不是自然的宇宙論的這種判斷 它是認識論或者文化論 是一個文化論或至少是一個認識論的這樣一個話語 所以不是一個自然生成的東西 是人所建構出來的東西 因此那個字是人為的創志 人為的創志 不是自然的創生 自然創生是不會有名的 不會有名的 好 這邊我想 余先生在這一句的一個理解裡面 還是沒有真正到位 我還是給各位再做一個說明 好吧 休息一下 大成若缺 其用不必 大盈若衝 其用不窮 大子若驅 大巧若濁 大便若鈉 靜盛造 寒盛熱 清靜為天下正 老子裡面 像這種就叫鬼詞 大成若缺 大言若鈉 這個都叫鬼詞 這叫鬼詞 因為大成和缺 就形式邏輯來講 這兩個詞彙的概念是不可能一樣 大成和缺正好是對反 不可能一樣 所以在形式邏輯裡面 這個是不能成立的 大成是缺 不能成立 但是他用的是弱 用的是弱 大成當然是完滿 所以第一個註解題 大成若缺 其用不必 大成是最完滿之物 此指道體而言 因為余先生在這本讀本裡面 其實他從頭到尾 他在解釋的時候 那個體 他的觀念裡面的體用是分開的 所以他一定會講一個道體 道體是鮮艷的啦 假如這樣講 道體就變成只是鮮艷了 但是我們說老子哪怕他有一個 看來是客觀 鮮艷的 所謂的一個有物魂從先天地中的道 那個體 的確是有這個意思 但是老子這個書 因為他來源不是單純一個人去寫的啦 那是一種群體性的 甚至有一個歷史的一種演變 思想在某一種歷史過程當中 有沒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演變 所以後來被編轉成書啦 所以裡頭看起來有些地方 你可能 似乎好像會有不同的意思 甚至有些看起來像矛盾 因為你假如從先驗去講 那可以講出一些意義出來 但是他有些地方 又看起來不是完全從先驗去講 比如說我們自虛及守靜讀 那個地方就從主體講 從主體講 自虛守靜 是從人的心去講 從主體去講 那大成可不可以 不只是 不只是從超驗的 從內在的道心來講可以嗎 當然可以啊 而且這一張真正的意思 不是從超越的 先驗的客觀那個道去講 這一張整個的意思 還是落在人的主體去講 簡單講 一個得道的人 一個有道的人 一個具有道心的人 一個自虛守靜的人 才有大成若缺 這樣的一個狀態 或者他的境界嘛 大成若缺嘛 一個人大成若缺 他其實是很完美 但是若是好像 好像這個地方就是 表現於外 跟一個內涵的 之間的一個辯證 有些人 明明只有 三分之一桶的水 他一定會 啪啪啪啪 好像是滿桶的水一樣 會這樣嗎 會 外表虛張聲勢 看起來好像非常的完滿 大成嘛 內在裡頭其實是空虛嘛 什麼也沒有 但是在道家來看 本人這樣 一個真正的內在很完滿 無所不包 無所不納 可是他表現出來 還是若缺的樣子 所以這個若 是表示一個展現於外 的那個象 象 外在 表現於外的象 大成 這個缺 這個大成 指的是一個內在 內在的這個心 心裡 他那個無所不包 那這個才能 是大成 這樣一個大成 那這是個辯證 這是一個辯證 若缺 才能大 那假如說 自得益滿 自己覺得自己是包包滿滿的 他就不接受了 你來的東西我都不接受 他都不接受 內心裡頭充滿的茅塞 那個茅塞 那有很多成見啊 很多那些東西 但很多東西都不會 都會被拒絕 所以大成若缺 從這樣的一個東西來看 所以他啟用才不必 啟用不必 所以那個大成是他內在的 那個本體心 內在的那個本體心 那個道心 是大成 但是他 表現以外的一個象 卻好像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所以啟用不必 他才不會 必 就是完結 這裡 這個必 是可以接受 所以這個底下他說 下文 大影 大直 大橋 大便 都是這個儀式 若缺 王必說 隨物而成 不為一項 所有一項 若缺 好像都不足 那隨物而成 就是他沒有 就是 沒有定質 無定質 這個到了莊子的硬幣網裡面 就所謂 智人 用心若見 定格不常 定格不常 不常 不常 是一個 的定件 內心裡頭的一個 定質之間 定質 內心裡頭的一個 它只硬 硬著霧來施硬 有霧來 它就硬 所以那個一個明鏡 一面明鏡 你沒有霧照進來的時候 它空空的啊 靜子裡頭什麼都沒有啊 它只要塞滿了 它就沒有辦法再去硬了 它空啊 它是虛啊 它有霧進來就硬 所以就隨霧而成 因為內心沒有定止之間 才能隨霧而成 完全是硬霧 完全硬這個霧 隨這個霧 而讓那個霧本身能夠成 不是它給它成 是霧本身讓它製成 萬物將製冰 讓它製成 所以不為一向 不會有一個定直的那個向 這看起來都很吊詭啦 很玄 這叫若缺嘛 若缺 此只道相而言 夏文若中若驅 若左若納同此 這壁 同這個壁 就完結的意思 就窮盡啦 這其用不結 它就不會窮盡 誤來思應 它就不會窮盡 蔡根坦 明代也有本書叫蔡根坦 非常通俗 大眾話 很多人讀過 那裏面有兩句話 其實也很有道家這個味道 叫院渡寒坦 院渡寒坦 這個話很好 院渡寒坦 不流影 風過輸 阻合 不流水 以前在東歐大學 我在擔任那個 人文社會學院院長的時候 我們那個院裡頭有一個公友 向我求智 希望我送他一副字 那這公友很認真負責 我覺得很好很好 我就寫了一副字給他 就驗盡寒坦 我不流影 風過輸 阻合不流什麼 我覺得這兩句非常美 非常有理 有理趣 有理趣 寒坦 像一片敬詞 那一副字 驗飛過去 驗飛過去 飛過去就飛過去了 隨物而成 驗飛到他的坦面上 他就照樣把這個驗的影像 映照出來了 物來施映 影像就映出來了 可是 驗飛走了以後 他不會把那個影 流下來 流至 一流 在禪中裡頭來講 那個叫流至 叫至 叫綿 我們人常常會綿至 你覺得很好的東西 你就永遠要抓住 永遠要抓住 流至 綿跟直 物來施映啊 物走了呢 影像就沒了 又回到那個寒坦的空空虛虛嘛 對不對 下一支驗過來 他才能再映嘛 不然他不能硬嘛 因此 內心裡頭永遠保持一個缺的狀態嘛 他才能 無所不納 空故納萬物嘛 空才能納萬物嘛 這個辯證 很有意思 風過疏阻 風吹過阻止 不是會沙沙沙沙作響嗎 風一靜 風靜止下來 聲音不會流至下來 過了 就過了 所以這個很不容易做到 我們人常常會去累積很多很多成見 累積很多很多情緒 當下碰到一件事情 會悲傷 那是人情之常 那一定不能三年還在悲傷啊 所以很多碰到一件不好的事情 三年走不出來 那個都是流至 黏制 一過了就過了 當下急事 當下急事 當下悲傷跟快樂都是真情 但是不要流至 一流至一累積 怨就變成積怨 見解就變成成見 成見一固定在那裡 你就接受不了新的見解 人家給你一個新的見解 你就排斥了 因為我以前的認識不是這樣 你就排斥了 我跟你講這個 道家給我們都是這種啟發啦 這個啟發非常 對我們很有用 這樣你啟用才不必嘛 一字眼過去影子就跟著消失 再一字眼過來影子 又噪音出來 走了它又消失 這樣才能啟用不必嘛 才不會完結嘛 你不會囤積嘛 你就不會囤積啊 那很多人會囤積 囤積 一直囤積 一直囤積 到最後就變成一個固執定職之見 累積到某種程度 所以你知道 我們一般來講 一個人四十歲以後 你就很難改變他 四十歲以後 你就很難改變他 因為一個人到四十歲 差不多啦 累積的成見 已經堆滿了內心 不太容易接受新東西了 那腦袋敲不破啦 頭空咕哩 真的是這樣 人是如此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時時反思 時時回過頭來看自己 難道這個只能這樣解釋嗎 難道那個只能那樣解釋嗎 難道這種事情只有這個意思嗎 不會有別的意思嗎 世界無限可能啦 不會只有一種可能啦 那我們常常只把它當作一種可能 你就完了 所以這個道家所做的工作 就是掃除嘛 把你累積的東西掃除掉 那個定職之見都把你掃除掉 你才能成為一個大乘者啦 所以一個大乘者是無手不 八五手不 所以他永遠都是像缺一樣 都是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所以起用不必嘛 那那句懂得 底下那句都是排句嘛 就是同樣句法 同樣意思 大概就都懂了 大乘是若衝嘛 一直都仿佛看起來都很空虛的樣子 那麼起用才能不窮嘛 同樣的意思啦 大指若驅啦 一個真正指的人看起來 像是彎曲一樣 大巧若左 就同樣一個辯證 大巧若左 大辯若那 那麼一個很懂得一個辯的人 就好像是一個不會講話的人 所以 話言巧語 多言必須嘛 你講的越多 你的被攻擊的就越多啊 所以其實 懂得在最關鍵時刻 保持沉默的時刻 就不用辯了 大辯若那 燕子 燕英啊 齊警公派他去治理一個地方 三年 所有人都罵他 都批評他不好 那齊警公傳到齊龍那裡去 齊警公說 欸 我叫你去治理那個地方 你怎麼大家都批評你 啊 燕子是不是要辯解 燕子 假如你是不懂這個道理 你就變成 啊 如何如何如何 套套肉絕 講了一大堆 齊警公不見得聽啊 燕子說 好吧 那請再給我三年 我再去治理一次 他重新又回答他地方 再治理一次 欸 三年之後 哇 大家都非常讚美 都很讚美他 啊 這個又傳到齊警公那裡去 啊 奇怪為什麼以前 大家都罵你 啊現在都讚美你 這個才有對照主啊 這個對照主是講不清楚的啦 沒有對照主是講不清楚的 天子說很簡單啊 我三年前去那裡的時候呢 我是大肆改革啊 那你啊 大肆改革 這裡要開路 那裡要徵收 那這裡要建設 那是不是會把很多人的一個 既得利益剝削掉 那他們怎麼可能講我好話呢 喔 那我第二次去 我就 什麼都不做啊 他們要的我就給他 大家都 非常讚美我 那警察工就 欸 馬上領悟了 馬上領悟了 所以他完全不用辯解 看起來好像不會講話 不用辯解 有些時候 很多道理 不是用語言可以辯解得了 不是辯解得了 所以若干時候 靜末多元素窮 故如手中啊 這個地方還是這樣 大便若那 可靜聖照 寒聖熱 清靜為天下正 靜聖照這個我們前面 有講過啦 有講過 第26章裡頭 靜為趙君嘛 後面的註解 靜聖照寒聖熱 蔣錫張 此文一座 靜聖照寒聖熱 靜照對眼 其正夜 60章 照者多亥 靜者全尊 61章 熊照動貪欲 為常以靜 痴常以靜 故能聖熊 那底下離奇清靜等等 那引來一些話 來證明這個地方 正確的句子應該 靜聖照寒聖熱 我想這個大體上是可以接受 雖然是推測啦 但是這次證據都還是可以接受得了 這裡頭我覺得 余先生第五個註解 那個正解釋為準則模範 可以為天下的準則跟模範 這個正解釋不到位 解釋不到位 因為他用常識去理解 因為正我們 我們正這個詞常識性的用法 大概就是模範 沒有問題 就是模範這個意思 這個是放在道家的思想裡面去 你就必須去思考 道家其實不立準則啦 不立準則 不立模範 因為立準則立模範一定會僵化 一定會僵化 所以道家的思考都是減法 這消除法 而不是正面的建立 他不正面建立一個標準給你 不正面建立一個準則給你 他只是把你原來直逆 不通定質之間 給你掃除掉而已 讓你回到一個清靜的狀態就好了 他不另外給你一個準則 所以清靜不能當準則 因此這個地方正不是這個意思 莊子逍遙遊裡面 正天律之正 正天律之正 欲六七之變 正跟變被舉 正通常是體 變通常是用 所以正這個字 各位去查詞點 你去查詞點 把正這個字 單獨一個字 孤立出來 你去查詞點 至少十幾種以上的意思 我們常識性的用法 就是模範準則 這個好正 可以作為模範 就是這樣子 其實你放在純有論 比較具有形上學意義去講的時候 那個正都不是叫模範的 不是準則 請問 我們一月叫什麼月 正月 正月嘛 為什麼叫正 那正和另外有個字 常會連在一起 正史 開始的史 正月又叫正月之後 還叫一個名字叫什麼 圓 圓圓圓圓 正第一年的第一個月 叫正 有開始的意思 正有史 萬物創生 就是史 創生是史 圓 圓也是回歸到這個 就圓出的那個一圓 那個圓 所以因此正基本上是圓的意思 是史的意思 是本的意思 是根源的意思 清靜才能作為天下之本 天下之圓 一切根源 從這裡來 一切的根源 一切的本 作為一切的本 一切的根源 一切的開端 都從這裡 就是清靜 所以我想這個地方 我稍微做一個修正 這個才能把它講得通 那靜這個觀念 我們講虛靜 這一章的觀念群組裡頭 講虛靜 因為前面其實講的很多了 因為靜大概至少會有好幾個意思 第一個 靜從宇宙論 從宇宙論 從宇宙來講 宇宙的本體 創生萬物那個道 那個本體是靜 是靜 虛才能靜 自虛所靜 虛和靜是連在一起的 必須虛而能靜 所以在道家 在道家 在老子這邊 莊子這邊 其實都一樣 靜是一切動 一切作用動力 未發之前的狀態 叫靜 因為 一切作用 這些動力 未發 還沒有發 是先的 又前能的 一切 產生作用 發揮動力 產生作用 這個動力還沒有發以前的 潛能的狀態 就是這樣 就是虛 那因為 它是一個潛在的狀態 動力沒有發 具有那樣一種潛能 那發動以後就用 就用出去 但是 所有動 所有的動 都要歸靜 你才能第二次再動 假如這一動 就枉而不返 那就不可能 產生第二次再動 汽車在沒有發動以前是靜的 整個引擎是靜的 但是它含有動力 它含有動力 發動以後呢 它就動了 動以後 它開始跑 它跑以後 到達目的地 是不是很熄火 又回到靜 它下一次才能再動再開 你不是那個一個汽車 真的動三連 那就壞掉了 再也回不來 一切動必須回到靜 才能再 第二次動 回來 再動 出去 再靜 再動 再靜 那一直不斷的這樣的一個 循返往復 所以靜是一個本體的狀態 就是靜 蘇東坡有一個句子講得很好 靜固了群動 空固那萬物 靜固了群動 空 空假如換成老子 可以用另外一個字就是虛 因為空是佛家 佛家用的比較多 所以動都是有限的 靜才能無限 為什麼說動是有限呢 因為你這一動往東 你就不可能往西 因為一動就有方向 一作用 一動就開始有方向 你往這個方向 就不可能往那個方向 那直接處在靜的狀態 你才有無限可能 你才有無限可能 因為它還在靜的狀態 靜的狀態 你就有可能往東 也可能往西 也可能往北 所以中國的藝術 在靜的狀態 包括你看那個太極犬 也一樣 太極犬也同樣 太極 因為太極犬 它其實道家的思想 異經的思想 都在裡面 都在裡面 道家異經的東西在裡面 你這樣一動出去 你一定要回來 你常常第二次再動 所有動都有個方向 而且出去 出去 歧視不能用盡 歧視用盡 對不對 歧視不能用盡 中國的思想非常微妙 其實人生一切都是如此 視是一種具有 那個動向的東西 所以我們講趨勢 趨勢 趨勢當然都有個方向 有個動的方向 你現在出來 有所作為 你出來有所作為 選總統也好 做什麼事也好 歧視不能用盡 你一用盡 你回不來 就回不來 所以一個拳出去 你不能用盡 到這邊 就止 就懂得止 止才能回縮 回縮才能在 往這邊 要往這邊 回來 它能往那邊 它一直不斷的在 這個過程裡面 所以這個是道家智慧 道家智慧 一旦動就有定向 向動就不會有可能向西 靜才能寒一切可能 靜還沒有發動 一個動力沒有發動以前 是靜的狀態 才具有一切的可能性 所以 靜為趙君 趙就是動 趙就是動 你不要把它常識化 變成說很浮趙 不是那個意思 趙就是動的意思 那麼靜為趙君 靜聖趙是這個意思 因為它是一切動的根源 一切動的根源 這是一個意思 這是就一個宇宙而遠 宇宙而遠 那就人來講 就人來講 靜不是僅僅只是指一個形體 人的形體坐在那裡不動 像個石膏像不是這個意思 這個靜一定要指心靈的狀態 叫坐在那裡 打坐 有些人打坐坐 打坐坐在那裡 可是你還是心緣義馬 這個叫坐齒 這個莊子 人間室裡面 這個叫坐齒 這個坐齒 坐在那裡 可是你的心還是不斷地在奔齒 所以我們中文講那個閒 閒靜 這個人很閒靜 閒不是只是時間空白 我現在這段時間 兩三天都沒有事做 那叫閒 那個不見得閒 兩三天沒事做 在家裡惶惶不安 內心裡頭躁動的不得了 所以我們很多人救不下來 總一定要找點事幹 所以這個都一直往外跑 所以叫你說 在家裡這個防疫 在家裡十四天 很多人帶不下 這兩三天就偷偷跑出去 一定要跑出去 買個東西吃 找女朋友 看長電影 偷偷地跑出去 這就靜不下來 沒有辦法 心緣義馬 那一直靜不下來 這不是時間空閒的問題 你只要嘗試可以讓自己 在一個房間裡頭 十四天都可以 還是非常 以前很悠閒的在那裡 讓我真的佩服你 那不容易耶 那不容易 所以那個靜本身 的的確確 它是一種精神心靈的狀態 所以呢 不要把靜這個字太嘗試化了 因為這個地方在道家 有它本體論 有它的本體論 有它的本心 本性論的一個意義 本性本心 道的本體的狀態就是靜 因為它才可能 可以包含一切的洞 才能包含一切的洞 所以靜故了群洞 了就是全部包含 全部的去包含 一切可能都在那裡 所以靜勝燥 寒勝熱 那熱當然相對於燥來講 那是一個發動 一個動力發動 又是熱 那靜也是在一個 處在一個靜的狀態 那寒不是溫度 你不要把它想成 那個寒跟熱都不是溫度問題 一個人的心很清淡 很清淡的狀態叫寒 很清淡 你看 熱我們常常講 這個人非常熱重 很熱重 熱重就是 對很多都狂熱 要這個 要那個 要那個 追求各種東西 那個叫熱 一個人叫很平平淡淡的 清清涼涼 內心裡頭清清涼涼 平平淡淡 沒有那麼熱重 追逐很多外物 那個才叫寒 這寒也是一個心靜 它不是氣溫的寒 像今天是寒 但是寒在這裡指的是 心靜非常平淡 不熱重於外物的追逐 才叫寒 熱的話就一種 已經熱重各種外物的追逐 那叫熱 寒勝熱 清跟淨 清淨 才能成為天下之本 天下之根源 萬物的根源 萬物的一個本 就是所謂的道心 那麼清淨 才能成為一個道心 所以這地方的體 就不是一個超越的 鮮豔的外在的客觀那個體 這個體基本上是 道家的心體 這個儒家也講心體 儒家講過的心體就是 人 人為心體 良心善性是心的本體 良心善性 人是心的本體 那道家在這裡講的那個 心之體 清淨 淨 這個就是心體 心的一個本體狀態 就是淨 就是淨 變成汙濁了 都是被汙染 被誘引 被擾動 一壺水本來是乾乾淨淨的 被擾動 它就變成濁了 你拿個棍子攪一攪它就濁了 淨下來 它就慢慢又沉澱下去 又變成清淨 所以這個地方的清淨 是它的本體心就本體心 心體就本體心 所以清淨才能為天下正 從這個地方去了解 才懂 我想這一張不深奧 因為這一張其實是比較 要放在我們一個人的 在人間世當中如何的去自處 人怎麼樣的去把自己的那個主體 能夠安置得很好 能夠大乘若缺 能夠大淫若衝 不要總是把很多都寫在臉上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體會一下 我想對我們面對人生像這種都當格言來看 都可以有很多的啟發 就是道家智慧 就是如此 OK 那我們今天到此地 我們會不會還有兩週的課 兩週的課 我們這個學期就結束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